好 新闻开始 我们先带您关心大家文之色变的毒淀粉事件 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一次发明了利用顺丁锡二酸 制造出毒淀粉的王老师 今天晚间他的学生代为发表声明 他强调早期的科技并不发达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配方会害到人 而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也表示 由于王老师并不是食品的供应商 能不能够找到合适的法律来处理 还需要检方的持续调查 毒淀粉事件越演越烈 造成社会大众恐慌 26号晚间由王老师的学生 蔡先生发表声明 强调王老师不清楚毒淀粉成分 更没想过要害人 当时研究时 也不知道原料的来源 是那种的科技 没那么进步 所以根本不知道 留在哪里什么成分 所以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民国六十一年的事 外面爆料一天拿五十万一百万 这都是骗的 而这种骄人使用不当原料的行为 虽然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但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也表示 现阶段没有合适的食品法科管 王老师发表声明 说不知道顺丁锡二酸对身体有害 而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没办法针对食品供应商以外的人事开罚 现在只能等待检方进行调查 才能够还原真相 UDN TV综合报导